大家好,我是Juju,司徒玉媛 我是一位舞打女演員 其實我剛在美國畢業回來香港 因為我在美國紐約大學也是讀電影的 然後就認識到在香港搞製作的人 是這樣開始的 我在香港拍過動作戲 在荷里活的製作也拍過動作戲 我是女演員但拍動作戲 甚至在荷里活 很多時候他們都會很疼愛演員 首先就算我有功夫底子 他們都會說有些動作你可以找看身 所以我自己要主動去爭取 我就會馬上跟她說 其實我可以不需要看身 還有我可以跟你一起設計 我要告訴她我是能捱到 還有我有這些經驗 我是能做到 女生很多時候會被人感覺很溫柔 完全不覺得她懂得打 然後突然之間 就算一個矮小的女生 或者一個很熟女的女生 原來都可以打得很厲害 我覺得這個是對觀眾來說 就有一個驚喜 因為女生通常的筋會鬆一點 變成踢腿或者花巧的更漂亮的腳法 有時候女生可以做得比男演員更好 我自己就很喜歡用環境有的東西 去放進我的動作 例如你走過有一個扶手的 我怎樣運用扶手去再 例如散、飛腳、跳 或者怎樣去輔助做這些動作 是令到舞打的場面會更加精彩 我是很喜歡比較 比較老香港以前的拍攝手法 比較長的鏡頭 你看到幾個演員 真的她們自己做完 不是說緊張 立即很入 有時候都看不到身體動作是怎樣 但一個歪的畫面 你便看到動作很漂亮 很花巧 很特別 下一場好的動作 是你和你的對手 要有好的默契和節奏感 好像跳舞 好像有個船 否則真的一拳一腳 就很死板地去拍攝 拍動作是有故事的 不是說你只會打 或者你上過擂台會打 那就代表你可以做一個舞打演員 因為舞打演員 你亦都會演戲 因為你要給鏡頭 捕捉到這些動作 有時候你要誇張一點 大一點 雙子神偷 裡面阿嬌的動作 其實看到她的筋骨很鬆軟 特別是她的腿弓 很多高踢腿 之後她有一個跳過 梳化 這些動作都是她自己做 我覺得都不錯 韓國惡女 其實我挺喜歡看女生 對著一個男人打 另外特技的動作 跳出去的窗 然後在窗邊大打 看到女生的力量都不錯 跟男生真的有得揮 而且她們的拍攝手法 綁效得好像WONG SHOT 我覺得都挺好看 拍了一套的動作 我也有受傷 乳傷一定有 之前我拍了一套 懸和平那套武俠器 被我另一個對手揮劍的時候 就打到這個位置 我以為我當時是盲了 鐘都看不到 腫得很厲害 要兩個星期 其實大約十天 才能看到東西 我喜歡挑戰難度 而且我喜歡做一些 其他人沒有做過的事情 在螢光幕上 大家未見過的場面 危險方面 是會有一些危險性 難度高一點的動作 還有會做很多很多的動作 才會切斷 不是說一兩下 在家裡打一個動作 很需要一個演員自己做 就不用替身 可能小時候 我喜歡看電影的原因 都是因為動藥場面 所以對我來說 我現在能夠成為一位 拍動作戲的演員 我不會因為一支損傷去放棄 而且我其實一直都很欣賞 香港一直以來很出色的演員 太多女的舞台演員 都有很多受傷 其實是一部分我們的旅程